师尊 您想坐起来啊 我现在好多了 想坐一会儿 来 慢点 您的身体能好起来 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还担心 不知该如何是好 师尊 你怎么样 要不要休息啊 没时间了 走吧 一些和和之物 用语气无常的本质 是和二为一 不可分割 就像 水和冰块一样 将冰块 放入碗当中 那这样 我们可同时 兼得良者 佛陀 今天我很高兴 听到您的教诲 我感到无上荣光 我邀请师尊 和您的弟子 到家中吃一顿饭 好吗 今天讲了这么多 就等你这句话了 哈哈哈 新鲜的蘑菇汤来了 很香的蘑菇汤啊 这是新鲜的蘑菇汤 来 善哉善哉 哎 华佛 可以把你手上的蘑菇汤 全部都给我吗 可以可以 世尊能到我们这种人家来 我们实在太高兴了 这是用最新鲜的蘑菇煮的 味道非常好 感谢你的供养 师尊请慢用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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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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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一切 早已注定 难道 汤里有毒 师尊 师尊 你明知道汤里有毒 为什么还要喝呀 这是 这是 命中注定 终有一天 我会离开 那 我们去记录那罗吧 师尊 师尊 我真的不知道蘑菇汤里有毒啊 这可怎么办 水果 水果 请原谅我 拜托 你不要自责 你供养的蘑菇汤 和过去牧羊女供养的乳州 具有 一样的诚意 而且是我用过的 最美味的佳肴 师尊怎么样 好 走不动了 在这休息一下 大家醒了 大家醒了 大家醒 师尊 他 阿南 师尊 我 感谢你 多年来 一直在身边照顾我 别哭 不要哭 我常说 不管是多么深爱的人 总有一天 要分开 要生 就要死 真是不变的 师尊 我知道 如果 你们不能依照我的教言而行 即使我活了千万年 余辱何用 如果 你们能依教奉行 亦如我永久住世 你们要坚定信仰 跪异法 依法而行 不归依其他 你们要精进修学圣道 解脱烦恼 住心不乱 这才是我真正的弟子 你们 你们不要伤心 因为天地万物 有生 就有死 何悔 必然有别离 这是无常真理的定律 你 要以戒为师 以思念处安住 以莫病之调浮恶人 在一切经守安立 如是我闻 令人其心 要常常死母佛陀的生处 悟处 说法处 涅斑处 最要紧的是 要深长性子 高长性子 异长性子 异长性子 在我们心中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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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恶心修 itself 明星 永远 都是我们 感动 慈悲 一份爱 眼泪 留在我心中 涅槃 时候如心疼 春夏 秋冬十年 感恩 老是一份爱 波陀 在我们心中 烈花 飘在天空中 周见 不多千年 都没有苦恼 一颗心 是 师父 我在这一刻 已经重生 从今以后 我将 不再独自 享受成道之喜悦 定会秉承师父的精神 将正法 传播给后室 师父 请您放心 请您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